希臘准结派胜选 雅谷欺洋 台股涨125点 希臘大雪有主张准结派的新民主党获胜 希臘退出欧元区的危机暂时解除 全球金融市场松了一口气 雅谷昨天率先展开反弹 韩股大涨1.81% 最火红 日股台股也涨超过1.7% 港股涨幅约1% 上证为盘押回 金涨0.4% 台股昨天上扬125点 收7281点 成交量为836亿 华南永昌头顾董事长楚祥申说 希臘大选落幕 并不代表欧债问题真正结束 后续西班牙意大利的债务 能否顺利解决 才是市场关注焦点 元大宝来投信也说 希臘必须在三天内组成联合政府 否则仍有退出欧元区的变数 法人表示 台股昨天跳空大涨 站稳月线 即将触及景线位置 有7350点 若顺利越过 渴望挑战期限 瑞幸证券建议投资人 布局可转向外资卖压轻 高值利益的个股 如华硕 台达电 细品 F 成心 和有风筋无打 这一波的一个主流 包括像是高价股跟中概股 目前看起来这个涨势还没有结束 那么其他包括像是IP设计 LED 还有像这个 Nobbook 还有零组件相关的一个部分 都有出现这种落后性补障的架构 欧美股市昨天晚上开盘 并没有跟随雅股大涨 反而开高走低 涨跌互见 美股道琼也在平盘上下游走 截至今天凌晨1点 下跌30多点 东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